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臺灣是各國背報客 嚮往的旅行地點 導演李鼎在兩千零四年的時候 因為懷念小時候在太魯閣 喝到的金針湯 決定跟友人還臺 尋找兒時記憶以及臺灣的美好 他們還把這段過程改編成電影 用鏡頭呈現秘境之美 他說其實臺灣最美的 不是自然環境 而是人的故事 那到底 什麼是這個世界上 最讓你難忘的 阿里山上的神木 台中新設的梅花森林 導演李鼎把親身經歷 改編成電影到不了的地方 拍下臺灣秘境之美 我就發現我從來沒有 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地踏過 所以在2004年我重新開始 我小時候一模一樣地旅行的時候 我發現那真是我到不了的地方 人事景物 雖然還是你重遊就地會改變 可是你會發現旅行的人 就是會在重遊就地的時候 找到一種很新的力量 然後那力量會讓旅行 會讓你更精彩 會讓你從此以後不一樣 2004年導演李鼎跟友人 為了尋找童年記憶 完成穿兵字褲跟飛魚一起游泳的夢想 展開一場182天的環台之旅 靠著一台重型機車 翻越五座山脈 踏過六個城市 他把這段故事搬上大螢幕 希望民眾能夠發現台灣的美好 外人看我們神木村的神木 都是看他長得多高 長得多大 我們是看神木怎麼看我們 他看緣分的長短 跟我們看得不一樣 他看的是我們的一輩子 導演李鼎說 當年踏進信義鄉 被土石流淹沒的神木村 發現那邊雖然只剩下砂石車 以及殘破的道路 但當地人依舊非常樂觀 跟他們分享神木村的故事 李明 你要幹嘛 小心 一個住在山裡面 而不是海邊的人 他的夢想竟然是一條飛船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相同的故事 可能來自於食物的記憶 來自於親人的情感 來自於愛情的詮釋 一個寂寞的旅行的人 在異地不至於淪陷 甚至因為在異地 找到一個重生的力量 就是那裡的人 跟他也交換了相同的故事 小心 哇 開始了 聞啊 開始聞啊 就是这个香味 这个叫做暗香 这可不是雲黛玉兆花 这是男人的花 是要放她走了以后 你才会闻到她的香味 才是真正的香 导演李鼎说台湾各地民众交织出来的故事 就是我们最美的风景